人氣話題來看到 在二級警戒下 餐飲業都要加裝隔板 但是你有看過這樣的防疫隔板嗎 斗大的搶就兩個字 但裡頭還有滿滿的候選人名字 原來這是攤商 拿出他歷年蒐集而來的選舉看板 當成是防疫隔板 不但省下了每一片 350元的壓克力板定制費 還可以把這物回收再利用 讓民眾看了直呼超有梗 夜市為解封後 民眾來到彈珠基台玩得不亦樂乎 攤商也沒忘了遵守防疫指引 架起隔板 不過整個宜蘭清購夜市 就屬這攤防疫隔板最喜金 看板商多大的搶救字眼 還有滿滿的候選人名字 原來攤商拿出歷年蒐集的選舉看板 當成防疫隔板 不僅省了每片350元的壓克力板定制費 還可以將舊物回收再利用 有一點會心裡笑 覺得說有人有這種創意也不錯 很有創意 這也是一種達到廣告的效果 民眾看了直呼有創意 畫面轉發網路也引來網友 笑說是搶救疫情的系列看板 候選人超前部署 自己看到看板 才發覺選舉腳步就快進了 隔板的樣式 我們是沒有特別去做 它的那個規格的規範 那就是要把那個小孩子跟小孩子 之間要把它隔開 隨著選舉腳步逼近 攤商無一之舉反倒成功製造話題 這裡可以來報道 師子 判 Yoo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